我心裡面其實很感動 因為我知道 我知道寶哥那時候 他其實是拼著他生命的最後一分力 然後他在做演出的 當他走出來的時候 觀眾給予他的掌聲 讓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然後非常非常的震驚 所以在那個時候呢 我就拿起了手機錄 我想到那個 居然是他人生最後一次 站在舞台上的活躍 席居泰斗顧寶明 今天因為新被衰竭逝世 還來不及過4月8號的73歲生日 4天前他入院 然後呢 檢查發現有胃出血跟射脂肪溃 因為這兩年 他本身的這個生理狀況就不是很好 對疾病的抵抗力 都有點不衰弱 那所以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就停止呼吸 醫生最後給的病因就是心肺的 心肺率解 簡而言之就是整個就是器官老化 太太當然有點 當然非常不能夠接受 對我個人而言 不只是損失了一位 非常好的長輩 戲劇上面的長輩 那同時就像是我們少女的家人一樣 顧寶明1976年接觸舞台劇 在節目《綜藝100》 演出短劇闖出知名度 1992年靠著經典的暗戀桃花園 拿下金馬最佳男配角 以近戰演技橫跨影視戲劇 大家熟悉的遊藏爺爺 一直盯中緣都成了絕像 三三五月接兄弟 五湖四海接朋友 十面埋伏除奸打 一出晴天是打客 果然是打客主的人 還不趕快過去道歉 不知道兩位是大哥 大哥好 你兄弟赵二虎 在蘇州說要走 結果呢 一虎百應 在南京 又私分朝廷軍饗 你三子隐姓昭啊 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會看到這封信 我會很快看到 但我確定你一定會看到 是吧 因為你愛車 也愛喝我在車上的每一段時光 不能扮演浩河 但約你 長命百歲 那畢竟為什麼要做這些事 我哪知道 我生下來就幹這個 你快一點嘛 我跟他累死了 我今天退休了 我一直覺得他的身體狀況其實非常好 也許是早年喝酒啦 或是早年對於身體健康方面的不夠積極 但是我在跟他合作第一個戲的時候 其實他那個時候就迎接酒 就大概2003左右的時候 他就像一把火一樣在燒 就是他在表演的時候就是全心投入 然後到2020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那個 就是那個神經失調 對不然自律神經失調這個有點嚴重 所以他演戲的時候 幾乎很多時候他是藏住他的左手 因為他左手我很懂 對 是藏住他的左手 意思是說他只用半個人在演戲 最後那兩場的時候 我看了其實有點心疼 對 那 也還好他已經到最後一兩場了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真的太突然了 他一生都是在舞台上面奉獻 那我想在他這個最後的一個活動上面 希望呢 也藉由我們一些親人朋友 還有他合作夥伴的一些道場 然後給他最後的祝福 再熱一遍 謝謝 今天